千万不要一开tiktok account 就出tiktok广告 这个视频有点长啊 建议大家耐心点看完 很多人就会问我tiktok广告的东西 老师 我可不可以不需要养号 什么叫养号呢 就是你开了一个tiktok account 你免得每天放视频上去 放对应的内容 相对的内容 就放上去 这样的话 我们叫做养号 连续14天 每天都要放视频上去 放的就是关于到你产品的视频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一来就打广告 我们建议在tiktok那一开始的时候 连续14天放视频上去 关于到你产品的视频 用相对的方法 对的hashtag 让tiktok的algorithm 帮你找到organic的audience 让整个tiktok account知道你这个账号是怎么的 然后从一大堆内容当中 找一些视频拿来出广告 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用tiktok广告的策略 如果你是要出广告拿lead的话 在tiktok里面 你可以要记得这个方法 不要贪接近 在tiktok出广告没有short cut 你一定要养号的 无论你是tiktok广告拿lead 或者tiktok广告 拉进去tiktok 拿sales 你都一定要养号 做好你的organic流量先 然后记得第二件事情 不要用手机来出广告 如果你tiktok用手机来出广告 那个我们叫做promote 如果你是用promote的话 那个流量不精准 你是看到很多view 然后看到很多古灵精怪的人进来的 这个要小心 用什么呢 用电脑的tiktok app manager来出广告 这个就是最精准的 OK 来上课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 怎样用这个tiktok app manager来出广告 OK 所以讲到这边 记得啦 出这个广告一定要养号 一定要做内容先 内容是关于你产品的USB的内容 OK 所以想报名上课的 我的课程是288到999马币 OK 就不一样tiktok课程 不一样的收费 我的tiktok广告 tiktok课程只有三个课程卖的 tiktok广告是其中一个 有免费流量啦 tiktok shop的广告 会教你如何用tiktok shop 让商店啦 然后tiktok广告啦 如果你是卖车卖房的 不需要用到商店的 你就拿tiktok免费流量 还有tiktok shop 就可以了 tiktok广告就可以了 有兴趣报名的 可以联系后台inbox我 因为你pm下面 我是给不到电话号码里的 因为是tiktok这个调回的 你inbox私讯后台的 我就会给你我们的whatsapp号码 OK 就有兴趣上课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赶快分享这个视频 给你们一些朋友 如果他们想要在tiktok里面打广告的 或者要学tiktok marketing的 分享给他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